1月13號 我們要把柯文哲送進哪裡 總統府 大喊口號 力拚拿下政權 選戰倒數計時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在全台各地造勢 全力催出更多選票 不管是青年的朋友 還是中年的朋友 也請你回去 跟你的長輩說 我們需要台灣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而柯文哲一定會跟大家一起努力 2024總統大選進逼 柯文哲極力拉票 根據TVBS民意調查中心做的民調 時間從12月5號到12號晚間 以式化手機並用 針對20歲以上的台灣民眾 有效樣本1632位 抽樣誤差正負2.4個百分點以內 結果顯示 雖然有投票意願 但未決定投誰的總體比例 從12%下降到9% 但全部年齡層立 只有20至29歲 30至39歲 未決定比例提高 以78%的投票率來推算 這個族群約有135萬左右 整體來說 這100多萬人 決定了這場選舉 誰勝誰負 在柯文哲陣營 其實他現在主要要處理的一個問題 就是怎麼樣讓選民相信 他還有機會回到第二名 那他不會被棄保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他現在主要的訴求 在國民黨來講 當然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因為現在跟侯友宜跟賴欣德的民調差距是非常的近 所以他當然就要展現這個勝選的氣勢 而且要有效的去打動中間選民 在年輕族群和這個中產階級這個塊上面的動員 留意票上面會被認為是更需要去支持和爭取的 對於這個賴蕭培來講的話 則是這個年輕的特別是女性的選票部分 要如何能夠吹出這個激情 讓他們願意出來投票 我想是重中之重的這個關鍵之處 進一步來看未決定族群 以年輕人中間選民及小黨為主 也難怪近期藍綠陣營都在試圖爭取青年選票 支持者熱情簇勇 搶著和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欣德握手 近期賴欣德不只琴跑路戰 也積極經營空戰 就是希望爭取流失的年輕族群支持 就民進黨跟國民黨來講的話 他們最缺的選票都是中間選民跟年輕族群 也就是說侯康佩也好 賴蕭培也好 他們對於中間選民的一個投票率 或者是對年輕族群的一個投票率 目前來講的話是比較不夠的 賴清德跟蕭美琴的一個組合 基本上都是一個純粒的一個組合 那同樣的要進取中間選民跟年輕族群 賴蕭培或許也利有未待 那所以他要如何去進取中間跟年輕族群的一個選民 可能要從賴蕭培他自己本身的一個政策 或是論述上面去做著手 催票行動一波接一波 不過賴清德為了保住基本盤 也同時主打抗中保台議題 不過學者就認為若太頻繁使用抗中保台的勞梗 會顯示無牌科大 也無法吸引到中間選民 效益可能會遞減 策略應該要有所改變 在環境上面來講的話 沒有像19年20年來講的話 有一個利於抗中保台牌催化效果的一個 香港反送中類似這些相關一些事件 那所以沒有環境的一個助威 那你硬要去打抗中保台牌 它的一個效果就有局限性 綠營跟大陸的這些互動也好 或者綠營的一些兩岸政策 這一方面其實也受到了不少民眾的質疑 所以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綠營必須要自己去思考 如果再強打這樣子的牌 會不會反而被它的後座力所傷害到 我覺得這個是綠營應該要去考慮的問題 選戰最後關頭 想要打動135萬未決定選票的選民 藍綠 白 家族 馬力 拉攏更多來自不同族群的選票 TVBS新聞 江漢文 劉彥宣 台北 採訪冒島 1月13號TVBS新聞網開票特別報導 Facebook YouTube 同步直播 下午3點一切準備就緒 下午4點最及時準確的開票 下午6點大局底定 帶給您現場第一手觀察 晚上8點政治新局 美中台關係帶給你最深入而實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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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 月13 3 4 4 4 感谢观看